回路 速度快一點 第三個就是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腳要拍到踏步 簡單動作就能啟動腦神經回路 來訓練巴金森是症患者的手腳協調性 身為台灣腦神經權威的林興隆 卻始終堅持站在第一線 和病人面對面接觸 醫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拔除病苦 所以病人是我們第一首要的任務 失智症的病人 巴金森的病人 怎麼樣讓他恢復健康 就是要研發 找一些新藥幹细胞疗法 來幫助他們 面對病患林興隆 輕力輕微 跟在醫學中心打造創新環境 投入能力開發新藥 並持續探索未知領域 這種環境以前一大部分都在寫文章 那我們希望把50%的能量 把它導到這些創新研發的產品來 真正的去給病人 比如說藥 醫材 去讓病人走路走得更好 救援是醫師的天職 對林興隆來說 現在不只要救命 還要透過居家仿視 連患者的心一同照護 當然新聞 旅士宣詢好 台北報導 我心想いた